直接拿这个票 把它扔进去 哦 哦 再把它拉出来 刚才啊 350左右 硬币纹丝不动 看看 接近350公里 看看 在这边过了一个按检 先把东西都放在这里 然后从这边进去 准备过按检了 应该跟他们国内差不多一样 地铁啊 所以有水应该没问题 这边里边也没有标 没有标识 说水不能过 试一试啊 看这个 跟他们国内差不多一样 人家说了 水没问题啊 OK 好了 没问题 现在咱们 准备 登车 应该是从 4到7 这个票也不知道怎么看啊 应该是 是不是4号后机 4号后车大厅 对了 4号 然后这个是 呃 座位 应该是 哦 他是这样的 插票 所以他直接把这个票插进去 第一次坐啊 看前面人怎么办 看前面人怎么办 啊 如果是手机在网上 直接可以扫描啊 差不多跟他们国内差不多啊 看 人家都排队啊 人家都排队啊 人家排队 很有秩序啊 哦 直接拿这个票 直接拿这个票 用进去 哦 再把它拉出来 哦 是一样的 哦 是这样的 哇 小松也不懂啊 因为我也想 这个票进去 出来 出车站的时候怎么办啊 哦 所以这个票他直接又出来了 把它扫描一下 哦 这个是 3号 3号后车大厅和4号 哇 这够高的 哇 我的天 好吧咱们爬上去锻炼身体啊 爬上去最挺高的 哇 小松得锻炼锻炼身体啊 将来还有登山呢 爬山呢 要爬这个苏门达腊的一座 海拔4千多米的山 哦 将近4千米 3900多米 还有一个是 在 隆木岛的 那座火山是3700多米 很高的啊 哇 这就登了 直接就登 哇哦 这雨还没停 还没停啊 7C 再往前吧 这打机还挺漂亮的 哇 这个是车厢啊 4号车厢 座位是7C OK Thank you Thank you 哇进来了啊 你看里边 这边啊 这边啊 7C 这就是高铁的那边啊 应该是在C 它应该是A B C 应该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小松订那个窗户的啊 他说我们已经卖完了这个票了 书包行李可以放在上边啊 小行李啊 这个座椅呢 是可以调节的 把这往上一搬 这个往上一搬 然后就可以坐在后边了 还没有安全带啊 不用挤安全带 不用挤安全带 然后前边那儿有一个 小桌子 可以打开看书啊什么的 有点像坐飞机啊 但是没那么 居住 这空间挺大的 你看 空间挺大的 是完全足够了 你看 空间非常多 人也不是特别多 可能还没坐满 人家可能坐满了 第一次坐啊 应该是还在下雨外边啊 看看坐的应该还没完全坐满啊 不知道别的车厢 可以先拍一下啊 你看 在网上上人 这高铁怎么 跟他们那个铁路差不多一似的感觉 可能还是不一样 OK 挺高兴的啊 挺高兴 这一个座啊 准备一个带子 你看 后边 可能是为了方便这个 万一有什么紧急的情况发生啊 小孩啊什么的 晕船 晕车 要不然多麻烦啊 哪里都是怎么办 所以这个布还挺人精化的啊 两岸都看他我们的大杆 他这个有重量限制 不能超过25公斤啊 这个桌子 OK Derman Street 他说应该有电 不知道是真的啊 是有充电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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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说 他这个说 Sokkat Jerahan Gursi HatiHati Dangan Street 他应该有电 他应该有电 不知道在哪儿啊 不知道在哪儿啊 没电到哪儿 E Street 哇 差不多了 人都坐满了啊 你看这边也有监控啊 所以里边还挺安全啊 这是以前总统 首次试验营的时候来过这儿了 坐客围 前面是 显示这个 速度的啊 只不过这边都是一尼文了 然后如果要去厕所 在这边有感应器啊 那是感应器 应该是 这个是卫生间啊 卫生间 干净的啊 对吧 对吧 哇 哇 大比啊 但是在日本有餐厅吗 没有 在日本 有餐厅吗 所以我问他 我说这边有没有那个餐厅啊 就是餐厅的那个 但是这里有两个人吃吗 有 像是一样 有 嗯 哦 一起吃 有 嗯 好 所以他说这个车厢里边有卖的面包啊 可能喝咖啡的 咖啡 就是矿泉水和面包 如果在最前边有 前边和后边有 这个人家工作人员在这 厉害厉害 好 到前面看一看 你都很热情啊 这里边都是相通的啊 前面有卖那个面包的 我问他啊 因为这边都是相通的啊 所以前面有卖那个面包的 因为这边都是相通的啊 因为有这个监控啊 所以小松的这个行踪啊 大家人家那个管监控的 应该都能看得到啊 小松可不是要动点什么手脚啊 在别的车厢啊 哦 这个应该是卖面包啊 哦 在这吧 应该是卖面包的 哇 这个是独公室啊 哇 这个是独公室啊 外边还在下雨啊 哈哈哈哈 这个坐的比较满啊 这个坐的比较满啊 啊 这个 啊 我们的车厅 你的车厅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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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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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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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他说如果经济舱是没有这个 这边有住宅吗? 这边有住宅吗? 这边有住宅 这边有住宅 那搞错了 可能刚才 有住宅吗? 有住宅 有住宅吗? 有住宅 看看这个厕所啊 挺干燃的 你看 酒店一样啊 挺干燃的 哇 关门了 所以 你去住吗? 对 你去住吗? 我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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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这边有一个 可以在这里坐 OK 小松在这儿坐 哇 这边是到站的车 其实小松还是挺激动的 刚才这个在 这个车里面坐着 也不方便讲话 人家特别安静 所以现在 这个座位是为了等着上厕所 人可能在这儿坐 可以看到这个窗户 好了 哇 中国速度来了 速度特别快啊 现在开始加速了 雨差不多应该停了吧 差不多停了 你看 现在应该还速度没那么快啊 现在小松啊 现在小松啊 要做一个动作啊 什么动作呢 把这个硬币啊 特地带了这个硬币啊 放在这个车上边 等一下咱们试一试啊 现在转向啊 好 刚才有那种转向的动作啊 刚才有那种转向的动作啊 有那种转向的动作啊 折扇 下一个 哇 现在速度应该在一百多公里以上了 电闪雷鸣 看见了吗刚才那个闪电 今天真特别啊 看看这个闪电刚才 天空中 晴天霹雳 没拍到应该不知道 挡住了 因为它在桥上拍会更漂亮 现在慢慢的要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了 过了这段时间 隧道应该是 现在感觉有点上升 应该是到这个架桥上面了 就是它 一段儿路 这个速度还没有那么快 现在应该有 一百多公里左右 一百多公里左右 出来了 哇 对面应该是 回来的车吧 回来的车应该是在对面 这个桥下桥 要不然就是普通的铁路 不知道 应该是往返都有 现在速度很快了啊 应该有两百多了 哇 大家搭到这个城市啊 哇 漂亮 这个 摄像头里面看不出来是什么 好了 现在咱们要实验一下啊 可不可以看见 硬币啊 就放在这儿 看看它动不动 真是不动啊 你看 稳定性多好 咱们再来一个 再加一个啊 你看 真是不动 这动 这个太重了 太小 站不住 那当然也试一回啊 能不能站住啊 诶 这个不行 这个太细了 这个可以啊 站不住这个 不行 这可以 你看 纹丝不动 哇 纹丝不动 看看 中国速度 下雨 这边下雨了 啊 旁边就是这个高速 每次 小松都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上 看着这个高铁啊 现在咱们也能在高铁上 看着这个高速公路了 哈哈哈哈 这个前面就是这个高速公路啊 啊 这边现在下雨了啊 下雨了 这个什么感觉呢 真的是啊 这个速度非常快啊 现在应该有200多公里 将近300公里了 真的是太方便了 太方便了 很有感触啊 我记得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小松还去过那个 哈尔滨啊 坐的那个 呃 绿皮火车啊 呃 从北京坐到哈尔滨 啊 花了花了16个小时 还是 还是30多个 30多个小时 忘了 好像是 反正很长时间啊 然后我还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那个大学同学 他们有的是从新疆来的 每到过年之前啊 就开始准备买这个车票 火车票啊 他们是住在南疆啊 在这个喀什油田啊 呃大概要坐好像是两天才能到啊 好像是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坐两天才能到 你看那个时候坐火车跟现在的火车 简直是没法比了 现在这个高铁速度太快了 你想啊 呃从 呃这个 呃 雅加达坐到那个万龙啊 大概就需要25分钟啊 然后如果坐到万龙 城市啊 市区市中心 可能还要换一个普通的火车 就能到 大概再花25分钟啊 所以 啊再加 呃花20分钟 所以一共加起来也就是 45分钟左右 就能到 这个万龙市中心了啊 所以这个 咱们中国的速度啊 也帮助了这个印尼啊 提高了速度 看看 现在 现在 现在肯定有三百多五米了 现在肯定有三百多五米了 应该有了 这边没有雨 咱们回到座位上看一看啊 回到座位上看一看啊 你看 现在 现在 现在多少公里 二百五 二百五 二百七十 二百五十七 对 对 对 刚才那个广播啊 他说 这个现在的时速啊 马上要达到最高时速啊 大概在三百五十公里左右 每个小时 刚才前一段这个时速没有那么快啊 大概在二百多二百左右 那现在呢 你也要进来 美女要进来 美女要进来啊 现在已经二百九了啊 二百九 马上到三百公里了 看看 等一下 看三百五十公里的速度 到底是什么样啊 确实现在很快啊 看现在这个速度 这个旁边的东西的速度就往后走了啊 三百一十四啊 三百一十四啊 等一下三百五的时候 小灯到前面过去看一看啊 速度快 这个速度越来越快啊 我感觉这个耳朵这个压力越来越大啊 有这个耳鸣的感觉啊 看来这个 高铁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 可能小松的这个耳朵比较敏感吧 三百五啊 好 目前的速度是三百四十八 完了 没到三百五 看看这个速度 感受一下这个速度 看看 看看这个速度 是问题啊 刚才啊 三百五左右 硬币纹丝不动 看看 接近三百五十公里 这速度 这速度 现在有点犯困呢 所以小松要 准备睡个小觉啊 这边有保安巡逻 啊 时不时就有这工作人员经过啊 检查什么的 哇哦真的快啊 真的快 你刚上来坐一会儿 兴奋一会儿 然后 过了一小会儿就到了 啊 然后现在小松要准备换啊 换另外一个 车啊 后来我问了旁边这位美女啊 她说是 这个票价都包括在内的 可以换另外一个火车 直接到那个市中心 好了 我们现在准备下车啦 玩玩手机啊 或者是看看书啊 你看 就到了 好了 现在咱们出去 准备换乘另外一趟车 火车啊 这边有搭行李可以放在这儿啊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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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让小松先走啊 哇快啊 天还没黑呢就到了 刚才都乌云密布的 这边是下去的 可以下去的 可以下去的 这边是下去的 这边没有工作人员应该问一下啊 哦 前面有 详细 真的假如不是 打开一点 这个 pillar 整个简易的 好了这边啊 等于从这个车下来直接下到楼下坐这个其他的车 这边人挺多的 都下来嘛 所以人比较多 这个站叫巴达达达 这里边是后车的大厅 从这个车站上来的人等一下从这边验票 我们是准备去万龙的市中心 所以在这儿换厂 小松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比较这个手臼吧 我还是觉得这种票比较方便手里拿着 因为用手机还是有点不太习惯啊 习惯了就好了 今天在扫描一下或者是在验票 再来一下啊 进来了 这边比较暗啊 光线比较暗 直接就可以乘坐这个车啊 这个得小心一点没有护栏啊 这个还是比较窄一点的 这个坐车啊 这个坐车啊 就是换这个车就可以啊 大概要坐20分钟左右 就到了万龙的市中心啊 这个座倒是挺大的啊 这个座 小松呢找个座啊 你看这边人家给让文座啊 给这个林老的上了年纪的啊 前面是没有座啊 哇真幸运啊 还能找个对啊 哎呦 我也猜猜猜猜人家啊 这个座呢 什么 name Anda oh 安东 安东 爸安东 哇 哇 这个安东先生啊 啊 这个常常使用的工具很快 是的 很常在啊 是的 是 一最初は在哪里的人呢 啊 啊 所以 啊 就暂时没有了 我是借来比较快 接着, Hoş了? 老买 fue让你整个 ilk看 但很快 請你発表ез40多 бал哇 nee 谢谢 谢谢 简单跟人家问了一下 就是看他这个 第一次做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这个安栋先生 小孙也跟他们刚刚认识 他们也说确实是快 比以前比较方便 如果以前一般要开车的话 得两三个小时不堵车 如果堵车可能四个小时以上 现在确实是方便了 45分钟就到了 45分钟 哇这边还有 好了现在咱们到了 这个万龙的市中心了 刚才跟这个 安栋先生聊了一路啊 人家也是 这是给我介绍很多好吃的地儿啊 刚才有一个咖啡店 他给我介绍的 行李啊 谢谢啊 谢谢 挺好挺热情啊 这里边的座特别大 你看座特别大 所以小松做了一次这个高铁啊 然后到了 有一个大站啊 到了那个 名字也忘了啊 巴拉什么 巴拉拉浪还是什么啊 然后换成这个车 这个火车 就到了万龙市中心了啊 他这个票是整个一套的啊 而且他的票这个 换这个车的时间他都算好了 所以很方便下了车 下了高铁的车 就直接坐这个火车了 确实是快啊 好 人特别多啊 他最晚的这个 呃 晚上那个时间 应该是到九点多 还有一次 还有一个一次车啊 九点晚上九点多的时候 还有一次车 这儿也在下雨啊 也在下雨啊 好了 咱们现在准备出去啊 出去尝点美食啊 因为小松打算还是今天要返回去啊 所以 现在 大概六点 左右吧 哎 六点多啊 六点半左右 出去他们先吃点东西啊 好人你多大啊 哇这儿也有装饰啊 好人呢 高级小松楼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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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入口 从这边出口 好了 现在咱们就到了 晚龙 花了真是四十五分钟左右 就真的到了晚龙了 难以想象 以前小松跟父母开车 以前有到这边来玩 大家知道花了多个小时吗 花了十二个小时 因为路上超赌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也是修路什么的 所以现在小松真的是太方便了 这么快就到了晚龙了 一眨眼的功夫 现在准备小松去尝美食 OK 印尼小松在晚龙的火车站 欢迎大家收看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记得关注 中国速度